修学佛法,我们也应该要懂得付出 与大众结善缘,同时更要孝顺父母 想一想,我们一生为自己的父母付出了多少 我们一生又为了自己付出了太多太多 学佛的人要懂得孝顺 不要等到父母离开我们 才懂得孝顺,要知恩徒报 阿弥陀佛,我们所知道的 在宗菩萨本环境 这本环境一开始了,我们就知道 我们帝宗菩萨就是一个 很友好,很友好 可以感动佛的一个好路 我们帝宗经里面有说到佛罗门 这个友好,感动佛 和共目路 所以这个我们学佛 本来是叫我们第一,学佛第一 也是要做一个友好 可以成就 我们尖叫我们学佛三生 我们这个大世纪菩萨 这个天官 有一个宝坊 这个宝坊里面就是 放他们这个世大人的骨灰 这个骨灰 要伯到这个伯地在头上收行 为了要伯到这个什么 这个四大人的恩 所以用一个甘纳 普通版的伯地在头上 人情用说收行 收到一生就 整个变成薄板 为了要布袋人的这个四大人的恩 了解说父母的恩很大 所以人情用收到正德 学佛的人要懂得 怎样让自己有一种慈悲心 如果你能够对别人慈悲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 当你付出最多的时候 一定会获得更多 给人感动也是一种慈悲 一种结缘 我们要学习 试着去做一些感动的姻缘 因为感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心灵语言 四方新闻王庭伦 陈一上高雄采文报道